颱風就超泛舟 好不然要幹嘛 在7月連挖颱風時 一個瞪大眼 無厘頭的宿醉受訪 讓張基穎變身泛舟哥 一氣爆紅 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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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颱風就超泛舟 不然要幹嘛 兩台三步走 一 別打包 二 封門狂 然後 泛舟 其實蠻開心的 也覺得就是說蠻好玩的 就人生第一次可以有這樣的體驗 然後我現在真的很緊張 我到現在都還是 就是一直忐忑不斷 素人變名人 泛舟哥還在適應 但搞笑畫面就是要被模仿 被哭手 不然要幹嘛 台湖電竹就要扮裝 他幹嘛 講一言 他的眼睛比你有神耶 他一過手 輸了... 為什麼扮裝跟眼睛 眼睛 你比較凸 國民男友 這三國民男友 我沒有 不是我撐的 70萬粉絲撐的 對 可愛風 鬼臉風 米子風 米子 花海風 花海風 施展接過接過接過 幫我就是要爬後題 不然要泛舟 不只上節目接通告 泛舟哥還紅到拍廣告 一段受訪改變人生 成立粉絲專頁 突破70萬人 但其實很多按讚的網友們 一開始都在罵他 對啊 反正就到時候出了事之後 再要求國賠就好了 然後下面就啪... 很罵 好難聽 當時扭轉局勢 是因為你做了什麼事情 大家不再罵你 我就是在我的臉書上面 發一些公開的文 然後後來大家就還 滿意外的喜歡這樣子 其實有很多網友在幫我講話 就是說 他這個人一定是 就是這一定是開玩笑 所以我寫出來這篇文章 我自己心裡覺得 其實最後關鍵一句話叫做 警字號那一句話 叫做 接下來你們要學著自己 轉個方向吧 帆舟哥用正能量不只化解媽媽 還出書飯見面會 跟周迷們分享心情 這位本夜市保險業務的張經營 現在身兼通告咖跟作家 未來之路還很難說 但2015對他而言 絕對是最驚奇的人生轉變